外星人第一次坠毁在地球上 为了不引起大众恐慌 美国掩盖了飞船和外星人的真相 甚至连总统都毫不知情 国防部还设立了51区对其进行研究 本以为能通过外星人的标本 研究出高等科技产物 却没想到40年后 在月球最不为人知的黑暗面 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正在快速接近地球 很快地球上的外星人探测中心 收到了来自外星的信号 一时间科学家们手忙脚乱 很快国防部也得知了消息 确认一艘直径550公里的巨型UFO 正在向地球飞速驶来 体积几乎是月球的四分之一 这时外星母舰通过入侵地球的卫星 获得了足够的线索 然后停在地球轨道上方 从母舰开始分裂成30艘小型母舰 第二天国防部向总统汇报了这一情况 说散落的小型飞船虽然比母体小 但直径也有15公里以上 一路火星闪电般地向世界各地飞去 几乎所有的探测设备都被不明原因干扰 总统府收到了大量飞船的目击报告 但他们仍在隐瞒真相 并极力安抚受惊吓的群众 与此同时 电视台的设备也因干扰 瘫痪 电脑工程师戴维被请来紧急抢修 在检查设备时 他竟然发现卫星中夹杂了一种神秘信号 不过大家最关心的还是电视上正在报道的 外星飞船目击事件 大家都已经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寻找避难所 很快飞船直接穿过了大气层 空中出现了一片巨大的火烧云颇为壮观 在世界各地的上空也都相继出现 巨大的飞船遮蔽了整座城市 人类见到此器官 纷纷驻足观看 但很快大家的好奇就变成了惊吓 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大街上车祸频发 所有人看到铺天盖地的外星飞船 都心惊胆战 总统看着其中一艘飞船在白宫上空盘旋 随后他召开了紧急新闻发布会 让市民们不要恐慌 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可面对如此巨大的外星战检 恐慌情绪早已经在人群中蔓延 他们开始收拾行李 打算离开这座城市 而当戴维看到城市上空巨大的UF后 他认为信号很可能是外星飞船在相互通行 而递检的讯号就像是倒计时 当信号结束他们就会发起进攻 于是他决定将此事告知美国总统 在前期的帮助下 他见到了总统 并表达了自己的猜测 外星人之所以将飞船停在各国首都 是为了同时发动袭击 一举秒杀全人类 三架迎兵直升机 试图用柔和的灯光与外星人表达有意 但外星人可不吃这一套 直接发射一枚激光炮摧毁了直升机 这也证实了德维的猜测 这群外星人果然是来者不善 这一刻人类终于明白他们的意图 大量市民开始逃离 城市瞬间变得拥堵起来 总统连忙带着一众高官 在保安人员的带领下迅速撤离 不过依然有一群狂热的外星人粉丝 他们丝毫没有惊慌 甚至还举着牌子爬到顶楼 举办了一场欢迎会 哭着喊着求外星人带走 随着倒计时的结束 飞船缓缓打开了舱底大门 刺眼的光芒逐渐凝聚能量 狂热的粉丝们屏住呼吸 静静地期盼着神迹的发生 此等奇观让正在逃亡的人类 纷纷下车驻足观看 但外星人可不是来表演灯光秀的 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就是毁灭 突然一道毁天灭地的光柱倾泻而下 顷客之间 百米高的建筑瞬间被击个粉碎 能量迅速向外蔓延 街道上的人群都来不及反应 燃烧的火焰如同海浪一般 席卷了整座城市 无数人在一瞬间消失殆尽 整座城市变成了地狱 与此同时 世界各地都面临着同样的遭遇 仅仅是降维打击 就给人们带来无尽的恐惧 熊熊烈火犹如猛兽般吞噬一切 紧接着白宫等标志性建筑 被直接秒成了渣 我虽然很想说一句干得漂亮 但是我忍住了 不得不说外星人的军事科技 真的很强大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就直接将一座城市摊成了煎饼 幸运的是 总统一行乘坐的飞机 在最后时刻成功逃出 这才免遭遗难 这一刻 慌乱的人群中 一位母亲抱着孩子正在逃命 眼看着灾难即将来临 她集中升至一脚踹开隧道维修室 然后带着儿子躲了进去 在死神降临的最后一刻 狗子也跳了进去 第一波攻击过后 整座城市化为废墟 只剩下母子和一只狗活了下来 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 军方立即展开反击 王牌飞行员史蒂文被迫结束假期 提前返回基地接受任务 很快一支空战部队集结完毕 朝着外星飞船的方向突击 当战斗机抵达外星飞船前方时 眼前的庞然大物让飞行员都感到震惊 但目前的局势没有时间让他们胆怯 在距离飞船几公里的地方 指挥官果断下达了自由攻击的命令 数百枚主动雷达制导导弹同时发射 然而就在距离飞船100米的地方 它的表面泛起了一圈圈绿色的波纹 挡住了所有导弹的攻击 于是飞行员决定发射威力更大的导弹 但结果还是全部失败了 看来飞船周围似乎有一层坚硬的防护罩 根本无法被人类的导弹击破 科技相差如此之大这还怎么打 眼看战斗机离外星飞船越来越近 飞行员急忙向上拉伸 但一架战机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撞上了防护罩 本想继续撤退 这时大量的小型飞舌冲了出来 人类与外星人的战争正式打响 双方展开了惨烈的空中战斗 人类的战斗机相继陨落 这些小型飞舌不仅战斗力强悍 而且也带有防护罩 这对于军方来说显然是处于劣势的 很快人类的机群所剩无几 总统立即下达了撤退指令 但为时已晚 在外星人的猛烈攻击下 整个战斗机编队就只剩下两架飞机了 并且外星飞碟还在继续追击 其中一名飞行员为了保护同伴史蒂文 选择爬升高度吸引火力 结果被打成了炮灰 很快飞行员就只剩下史蒂文一人 与此同时 无数外星战斗机利用信号反追踪 突袭了北美防空基地 结果人类还没来得及反击 整个基地就被外星战斗机彻底摧毁 像是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星际大战 另一边史蒂文利用出色的飞行技术 将一艘外星战机引诱到峡谷中 凭借着峡谷低势险峻 他不断做出高难度动作 来躲避敌人的炮火 但此时他的战机燃油即将耗尽 史蒂文集中生智 一把将战机的减速伞打开 绷闭了飞碟的视线 然后将自己弹射出了机舱 战机直接撞毁在前方的悬崖上 并利用地形 让外星战机无法及时做出反应 紧跟着坠毁在地面上 史蒂文则从空中安全着陆 跑在战斗机并没有爆炸 回过神来 他骂骂咧咧地走向飞碟跟前 打开舱门一看 里面的外星人还活着 于是他一拳把外星人打晕 稍作调整后 史蒂文用降落伞布包着外星人 准备将他拖回基地 这是牺牲整个编队才换来的一个俘虏 史蒂文不禁感叹 人类在高等文明面前还是太弱小了 在途中恰好遇到了逃往郊区避难的车队 另外一边人类的进攻再次失败 总统正焦头烂额商量对策 很快就因是否动用核弹的问题吵了起来 这时戴维的父亲站出来指责他们 明明50年前就在51区逮捕过外星人 为何政府研究了40年却毫无作为 导致这次外星人再次入侵 造成这么大的破坏 听到这儿 总统却安慰道 俘虏外星人和51区都是用来骗小孩的 如果有的话 他怎么不知道 然而国防部长的一句话 让房间里的气氛瞬间尴尬 然后他们便把总统带到了51区 眼前这个外星人 全身包裹一层坚硬的生物铠甲 科学家用手术刀沿着头部的缝隙 慢慢切开一个口子 过程中铠甲突然张开 吓得众人三魂丢了七魄 好在这只是虚惊一场 随后科学家们开始一层层解剖内部 等打开之后 大家终于看清了外星人的真面目 看样子不像是还活着 此时一旁的助手察觉到 外星人的手指轻微一动 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已经来临 紧接着外星人猛地睁开了眼睛 就在他们对视的那一刻 外星人释放出脑电波攻击了科学家 然后外星人慢慢站起来挣脱了束缚 开始对在场的所有人展开了攻击 短短几秒钟 实验室里一片混乱 不一会儿总统过来查看研究进度 看到了这可怕的一幕 随着浓烟缓缓散去 外星人终于露出了真身 总统试图与外星人谈判 大家可以和平共存 殊不知外星人早就铁了心要毁灭人类 在谈话中 总统无意中看到了外星人的眼睛 结果也被外星人用脑电波袭击 顿时头疼欲裂 为了救总统 其他人赶紧果断开枪击毙了外星人 倒在地上的总统这才有所好转 而总统通过刚才的意识连接 得知了外星人的计划 原来这伙外星人 在宇宙中就像蝗虫一样臭名昭著 四处掠夺各大星球上的资源 等到自然资源枯竭之后 一场人类与外星文明的战争注定要打响 就在刚刚 总统等人来到神秘的五十一去世 见到了四十年前捕获的外星人飞碟 看着眼前的外星飞船 所有人倍感震惊 这些年里科学家们一直在进行修复 直到前几天外星飞船突然降临 飞碟才重新启动 以及当年战斗机里的三名外星人 都被完好的保存着 遗憾的是 经过四十年的研究 才知道外星人其实和人类很相似 虽然他们的身体也很脆弱 但他们身上却披着一层 像套娃一样的生物铠甲 可以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 以及能通过心理感应进行交流 其他就一无所知 随后博士带着戴维参观了飞碟内部 并告诉他 自己对这艘飞船基本研究透彻 但唯独显示器上的图表 博士研究了四十年却一无所获 戴维顺势拿出 自己花四十秒破解的卫星信号 直接把电脑和外星飞船连接起来 解决了博士四十年没研究透彻的问题 这让博士啪啪打脸 与此同时 史蒂文跟着逃难的顺风车 一同把外星人带到了五十一去 再将抓获的外星人出示给守卫看后 守卫连忙让行 博士得知外星人还活着激动不已 迫不及待地把他推进实验室 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另一边的指挥中心截获了一条重要信息 北约和西方盟国的设施首先被摧毁 按照外星人目前的攻击速度 全世界的主要城市将会在三十六个小时内 全部被摧毁 这下总统彻底怒了 最终决定 动用地球上的终极武器毁灭他们 紧接着一架携带着核武的B-2轰炸机 向外星飞船靠近 等到目标锁定后 随着总统一声令下 一枚核导弹被启动 朝着外星飞船飞去 精准射中了外星飞船 强烈的冲击波瞬间扩散开来 就在大家欢呼雀跃 以为击毁目标的时候 侦察兵发现外星飞船竟然完好无损 就连人家的防护罩都没有破开 总统的心瞬间凉了半截 人类最强的武器都没用 可见外星科技领先人类太多了 总统失望地撤回了所有人 这一刻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 以为世界即将灭亡 戴维也因此喝得烂醉 回废地在室内破坏东西 内心充满了崩溃和绝望 虽然他知道外星人的信号模式 可知道又怎样 但他还是无能为力 直到父亲提醒他多穿点衣服 万一染上病毒会感冒的 这句话让他清醒过来 可乐罐放在外星飞碟上进行测试 第一次子弹毫无悬念地 打在防护罩上反弹了出去 吓得所有人一大条 可在戴维输入电脑病毒后 外星飞船的防护罩已经消失 结果子弹很轻松就击中了可乐罐 原来戴维发现外星母舰 入侵了人类卫星 所以才能精准的 在每个重要地区发动攻击 如果他能登陆外星母舰 在几分钟内 把病毒植入到母舰的系统里 就能关闭所有飞船的防护罩 然后全球军队同时联合进攻 必定能给外星人致命一击 虽然有些人没有听懂 但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史蒂文自告奋勇 由他驾驶坠毁的外星飞船 和戴维一起潜入外星母舰 总统同意了这个策略 随后他们用最原始的摩斯电码 联系了其他国家剩余的空军力量 联合起来向地球上的外星入侵着 进行最后的反击 出发前总统对即将奔赴前线的飞行员 进行了简短讲话 他告诉大家 全世界的军机将会联合起来 发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击战 现在人类已处于毁灭的边缘 不能再为一点小事自相残杀 要为人类共同的利益团结一致 为了人类的生存和自由而战 今天就是地球的独立日 一次鼓舞人心的演讲之后 军方召集了所有有飞行经验的人 甚至连总统都御驾轻征 出发前军方在飞碟上 安装了一枚核弹 史蒂文和戴维驾驶着飞碟 朝着母舰的方向飞去 两人很快来到外太空 在即将靠近母舰时 飞碟竟然进入了自动驾驶模式 却出乎史蒂文的意料 在他们顺利地进入母舰内部后 两人瞬间被吓傻了 里面竟然聚集着数以百万的外星大军 看样子他们也准备对地球发起总攻 这时史蒂文担心被外星人试破 戴维力即关上了不透明的遮光窗 没想到还真的蒙混过去 飞碟顺利向停机坪接轨 开始补充能量 戴维借此机会成功连接母舰 开始上传病毒 此时人类战斗机编队抵达了预定位置 很快病毒就植入成功 地球指挥部收到消息后 总统带领的机群 向外星飞船进行了试探性攻击 但是在导弹即将击中飞船的时候 飞船周围的防护罩依然存在 戴维的计划似乎失败了 飞机编队不得不暂时撤退 但是不畏惧的总统又发射了一枚导弹 没想到这次竟然成功了 只见无数气势汹汹的飞碟倾巢而出 双方在空中展开一场激烈的较量 只要没有了防护罩 人类与外星人的战力势均力敌 与此同时 地面基地也遭到外星飞船的袭击 无数士兵惨死 所有人都赶紧躲进防空洞 来不及逃的都成了炮灰 外星飞船也缓缓移动到指挥部的上方 并启动了终极武器 总统发射一枚导弹想要阻拦 不料没有击中要害 眼看着激光炮即将发射 结果众人的炮弹都用完了 紧急情况下 一名老兵将最后一颗导弹锁定目标 无奈导弹竟然卡住了 危急时刻老兵摘下氧气面罩 开着战斗机独自飞到能量口 就在激光炮发射的前一秒 老兵舍身直接撞上发射的炮口 没想到外星飞船 从里到外被炸了的通透 原来飞船的菊花才是他真正的弱点 随后指挥部便将这个消息 传递给了各国盟友 很快世界各国也如法炮制 就这样所有的外星飞船都被摧毁了 另外一边 史蒂文和戴维完成任务准备离开 却发现飞碟被固定无法启动 对面的外星人也发现异常 将控制权转移到了母舰 然后手动打开了飞碟窗口 这让两人陷入了绝望 既然如此 那就和对面指挥舱里的外星人 打个招呼吧 然后输入了自毁程序 设定30秒倒计时 并发射核弹打算同归于尽 结果意外破坏了控制中心 身后跟着三架外星飞碟紧追不守 史蒂文使用高超的飞行技术 朝着出口冲去 一次又一次躲过攻击 终于在舱门关闭前0.23秒逃了出来 外星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核弹倒计时 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 母舰破碎成无数碎片 人类终于取得了胜利 戴维和史蒂文 以拯救地球的英雄凯旋归来 两人也都顺利抱得美人归 战舰爆炸产生的浓烟 和大气层中母舰残骸的燃烧痕迹 如同烟花一般 庆祝着地球的独立日 眼前这个称霸银河系的外星女王 直到死的那一刻 才肯松开手中的白色球体 只因为这个平淡无奇的球体中 蕴藏着足以吞噬宇宙的恐怖力量 严格来说 这个白球是外星女王的死对头 使用外星快递包装 通过虫洞快递送到地球的 人类科学家在对其进行扫描过后 却检测不出是什么物质 甚至连一点磁场都没有 似乎他是在刻意隐藏自己 但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好奇地把手放在球体上面 结果他的双手被吸了进去 竟意外激活了球体的宇宙定位 下一秒球体散发出的信号源 立刻传送到宇宙深处的某个星星 惊醒了沉睡万年的外星女王 她跨步来到星际地图前 发现白球发出的信号源 是来自一颗叫做地球的小行星 于是外星女王召唤出自己的生物铠甲 准备前往地球 抢回足以称霸宇宙的小白球 并顺带掠夺地球的资源 从女王穿上铠甲的那一刻起 也预示着外星文明将再次入侵地球 人类自从20年前 与外星掠夺者的战争中大获全胜 世界各国团结一致 在破败的地球上重建家园 当年的51区被改造成太空防御基地 人类破解了外星人遗留下来的科技 造出了反重力战机和激光武器 并掌握了冷聚变技术 受控核聚变已经完全攻克 人类从此告别了能源危机 空气污染都成了过去 地球科技飞速发展 甚至连月球都被布置上了防御系统 因为人类知道 外星人总有一天会卷土重来 可就在今天 关押在51区的外星人囚犯 突然变得异常兴奋 在过去的20年里 这种现象从未发生过 军方立即派研究人员 来到非洲中部的基地一探究竟 在叛军首领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20年前唯一着陆的外星飞船 飞船的正下方有一个被钻孔机留下的深坑 当他们进入飞船内部时 他们惊讶地发现 沉寂了20年的外星飞船 竟然开始自行运转 向外太空发出求救信号 地球坐标被发送到外星人大本营 外星人增援部队收到之后 很可能会来攻打地球 然而人类还在庆祝 击败外星人20周年的庆典 当这位前总统走上讲台时 气氛达到了高潮 但前总统却惊慌地对着人群警告 话音刚落 一阵剧痛袭击了他 紧接着月球背面一艘巨大的外星母舰 缓缓斩露了头角 母舰的直径更是高达4800公里 比20年前的那艘母舰大了10倍 先前大战的母舰残骸 在他的防护罩前直接化为灰烬 强大的引力撕扯着整个月球 一时间月球表面尘土飞扬 陨石冲天而起 母舰浩浩荡荡向地球飞去 月球作战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激光炮 但攻击全被防护罩挡了下来 于是又给激光炮重新装填能量 准备发动第二次攻击 但对方的星舰却完成了能量收集 开始反击 仅这一次攻击 整个月球作战指挥部 瞬间被秒成渣渣 只有飞行小队成功逃离出来 眼看外星母舰继续朝地球驶去 总统立刻下令 启动早已建好的轨道防御系统 可地球轨道上的主炮还没开始攻击 外星母舰再次率先出击 分散出射线锁定了地球所有的轨道主炮 几乎在一瞬间 整个禁地轨道防御系统全被摧毁 这时的外星母舰已经势不可挡 就这么直接穿过大气层 覆盖在大西洋区域的上空 因为这艘母舰自带强大的引力 所以当它降临在地球上空的时候 方圆百里内的所有建筑物 全部被吸附到半空中 甚至连人都没有逃生的机会 场面犹如世界末日来临一般 等到母舰准备着陆的时候 引力场自动关闭 无数残骸又再次从天而降 场面是非常震撼 最后外星母舰展开起落架刺入地表 掀起海拔近千米的海啸 如果外星人打算长期停留 那么一个月之内 大气循环以及洋流循环 毫无疑问会停滞 几个主要风带也会被切断 当一切趋于平静时 从太空中看 这艘母舰几乎覆盖了整个大西洋 人类拿它毫无办法 这个时候前总统独自走进道 关押外星囚犯的隔离室 他希望通过自己能套出有用的情报 然后按下了开关 放出了一只外星怪物 总统把自己和外星人关在一起 来一次面对面的交流 外星人用触手连接总统的声带 说出了人类的语言 外星人口中所说的他 应该是他们的外星女王 只是目前还不清楚 外星女王亲自来地球的目的是什么 当女科学家拿出一个简单的图案后 没想到怪物突然变得暴霉起来 似乎对这个图案产生了极大的恐惧 眼看着前总统就要被杀 士兵连忙开枪射杀外星人 而外星人的速度更快 利用触手一把抢过激光枪进行反击 此时人群中的老黑拔出双刀 他知道外星人的弱点所在 将双刀狠狠地刺进外星人的生物铠甲里 之后一个黏糊糊的外星人 从铠甲中爬了出来 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 老黑毫不犹豫将他送回了银河老家 好在一边的总统只是暂时昏了过去 与此同时一艘外星飞船正在启动 直径高达一公里的等离子钻头 向海底钻孔 眼镜书突然意识到 外星人的目标是抽取海底的地核 如果地核一旦被破坏 电磁场便会消失 然后大气就会蒸发 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会毁灭 要想阻止这场灾难就不能坐以待命 眼镜书通过图案分析出 外星人其实就是类似风潮的结构 一切都以女王为中心 只要消灭女王整个族群就会崩溃 于是总统立刻下令反攻 一直由全世界最优秀的飞行员 组成的空中作战小队出发了 他们打算利用 携带冷具变弹头的轰炸机摧毁女王 可还不等他们接近外星飞船 就被对方的激光武器打了得措手不及 紧接着密密麻麻的小型战舰发动了袭击 面对外星人的猛烈攻击 人类的战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很快无数战机相继陨落 剩下的战机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飞 这时小黑发现了外星飞船的入口 当即命令舰队调整阵型 带领轰炸小分队进入外星母舰的内部 原本奋力反抗的外星战舰却停止了追击 轰炸小队一路顺利抵达了飞船内部 只剩下三架轰炸机携带着核弹 但在这事前总统突然惊醒 他告诉女儿这是女王设下的圈套 可一切都晚了 就在小黑锁定目标准备发射核弹的一瞬间 一股强大的电磁脉冲突然袭来 所有战机的电子设备全部失灵 没有人注意到角落里有十几个飞行器 悄无声息地跟着俯冲了下去 他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为了吸附在核弹上 释放一层能量护盾 与此同时 人类作战指挥部下达了引爆核弹的命令 但是他们还是低估了外星人的防御能力 三架轰炸机同时爆炸 但核爆产生的冲击波 全被控制在了绿色能量护罩内 外星母舰仍旧毫发无损 紧接着母舰再次发出冲击波 瞬间摧毁了全球的通讯卫星 几乎同一时间 外星人找到了总统所在的位置 失去网络后基地的防御系统变得不堪一击 最后一道防线也被外星人攻破 指挥部的所有人 全被外星人毫不留情地屠杀 很快老马接到消息 总统和国防部长一行人都因公殉职 现在由老马接任总统 这时候研究白球的科学家们有了进展 他们发现白球其实是个智能硬盘 他告诉众人 他是来自数万光年外的高级生命体 与侵略地球的收割者是天生的死敌 收割者专门抽取星球的地盒 为飞船补充能量 一边侵略一边发展科技 双方战斗了上千年 整个文明的科技结晶 可以制造出能够击败收割者的秘密武器 这也是外星人见到原型图案 就会感到暴怒的原因 这次来到地球 是为了帮助人类对抗收割者 但目前这个高科技武器正在启动中 留给人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因为刚才在启动的时候 女王已经探测到了她的位置 而且正在赶来51区的路上 一旦让她得到球体 地球就再也没有了翻盘的希望 现在硬听肯定听不过外星科技 但可以给女王下逃 就像她之前对人类所做的那样 于是科学家们将白球存放在 屏蔽信号的隔离舱 然后在飞行器中 模拟出与白球一样的辐射信号 前总统亲自上阵 驾驶着装满核聚变炸弹的信号键 拖着诱饵把女王引诱到无人区 利用基地的防护罩 将核爆的伤害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这个方法果然奏效 外星女王率领着她的风潮大军 是向总统驾驶的模拟信号键 殊不知信号键里装着的 是要她命的百万吨级核弹 最终在女儿的掩护下 总统抓住机会 静止飞进了外星飞船内部 然后眼镜书立刻启动了防护罩 将外星女王封锁在护盾里面 总统在飞船里见到了外星女王 辱骂一番后按下了核弹按钮 下一秒核弹爆炸 外星飞船轻刻间被炸得粉碎 核爆造成的伤害 被防护罩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就在大家欢呼庆祝胜利的时候 炮台应声倒下 外星残余部队依旧在不断攻击 说明外星女王并没有被摧毁 果然在硝烟散去之后 一只百米高的外星女王 从核爆废墟中缓缓站了起来 原来女王的生物铠甲自带防护盾 可以抵挡近距离的核攻击 可见这外星科技究竟有多发达 她迈着大长腿 疯狂地追击前面的校车 空军战机驾驶员健壮 纷纷立即掉头对她发动了攻击 却因保护罩护体 没能造成任何伤害 女王抬手一炮就轻松摧毁战斗机 立刻朝着校车追了过去 眼镜书驾驶的校车 在女王胯下生死逃亡 眼看众人危在旦夕 空军战机只能再次加大攻势 将火力集中在女王身上 女王也不是吃素的 随后她对着战机一挥动出手 人类战机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整个编队就全军覆没 只剩下了一个女飞行员 她不顾一切地冲向外星女王 瞄准同一个地方疯狂扫射 终于成功打破了女王的能量护盾 可下一秒 她的战机就被女王挥动触手抽飞 千军一发之际 女人立即按下逃生降落伞 但危机并未解除 女王看到自己完美的胸口有了伤痕 恼羞成怒地朝着女人冲来 眼看着女人就要被活活踩死 危急时刻她的男友带着战友 驾驶着外星战舰及时赶到 女王一时间 被自家的科技力量压制得无法反击 手中的两把大枪被打得粉碎 但这时51驱中的情况突变 由于刚才的震动 被关押的外星囚犯突然跃雨 并看到了隔离舱中的真正球体所在 由于外星人的意识都是共通的 所以女王也同时收到了信号 发现了这是一场骗局 于是立马转身奔向地下基地 在她的召唤下 无数的外星飞行器在自己的周围 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强大的防护罩 他们缓缓向着51驱基地靠拢 此时人类已经无法阻挡女王前进的脚步 就连人类劫持的外星战舰也被控制了 外星女王抬起聚招猛砸地面 试图拿到球体 与此同时大西洋上空的外星母舰 发出的等离子钻头 还有两分钟就要钻到地盒 留给人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成千上万的飞行器还围绕在女王身边 人类控制的战舰也被卷入其中 像龙卷风一样保护她 但是龙卷风没有盖子 他们利用龙卷风之眼的原理 拼死启动只能在太空使用的核聚变驱动器 一般这种混合动力 是用来进行多维空间穿越的 下一秒外星战舰拖着赤红的烈焰 成功冲出了风眼漩涡 但外星女王已经击破实验舱 并拿到了宇宙白球 紧接着人类战舰立刻掉头 对着女王发动一招从天而降的打法 外星女王拿着球体 慌忙之下转身跑错了方向 人类在后面紧追不舍 对准女王的腰间盘疯狂射击 在连续的攻击下 女王终于支撑不住爆开了生物铠甲 并露出了内部的本体 女王真身挣扎着从里面爬出来 此时还在大西洋上 钻入地球核心的外星母舰 也停止了作业 人类终于又取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 外星母舰只能灰溜溜地离开地球 回到母星选举下一代女王 有些遗憾的是 这次放虎归山 未来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 但宇宙白球却给了人类一颗定心丸 因为它储存的科技远超人类想象 有了它的帮助 人类文明的科技将再次提升 在不久的将来 人类将实现星际旅行 而这一次人类将直击外星人老巢 如果有一天 外星人真的入侵了地球 人类会得到外星盟友的帮助吗 小镇警长摇晃着铃铛 提醒人们天黑前回到屋里 女人回到家里 锁好门 仔细摸了摸门上的这个石头 人们都已经习惯在天黑前关好门 然后碰一下门旁边刻着图案的石头 男人喝得烂醉如泥 妻子在家焦急地等待 眼看就黑天了 还没看到丈夫回来 女人骂了一句 随后关门进屋 整理没遮挡好的窗帘 女儿在楼上准备睡觉 突然听到有人正在敲窗户 女孩迟疑了一下 还是走到窗边 拉开窗帘 看到一个老人对着她笑 女孩说你长得不像我奶奶 女人这时来到门口 她不是你奶奶 老人跟女孩说她很孤独 能不能让她进屋 女人大喊不要开窗 可是已经晚了 老人瞬间现出原形 男人第二天早上回家 发现邻居们围在门口 警长上前就是一巴掌 大喊 你有孩子 你为什么不把窗户钉上 他一把抓起男人 拖到楼上 说男人应该保护自己的家人 你看看你是怎么保护的 男人看到妻子和女儿都惨遭迫害 大声痛哭 悔恨不已 警长咬牙切齿地 让副警长把男人关起来 而这一家人正开着车旅游 一路上有说有笑 幸福满满 发现公路被一棵倒下的树拦住 同时周围又出现了大量的乌鸦 他们感觉很奇怪 赶紧回到车上 掉头去找其他出口 一家人开车来到小镇 看见路边所有的车辆轮胎都是坏的 他们带着一货继续慢慢往前走 一群人同时回头看着他们 全家人都感觉他们的行为很奇怪 男人壮着胆子下车问路 却没有一个人搭理他 直到走到这个黑人警长面前 男人询问如何上高速公路 警长却反问男人有没有带家人 男人说带了 警长愣了几秒钟 然后表情不太自然地说往前走就是 男人道谢后离开 留下表情诡异的警长 一家人继续前行 突然发现这个地方刚才好像来过 男人说不可能 女儿觉得有点害怕 男人停车想女孩问路 女孩表情明重 没说话快速走开 他们只好继续往前开 再讨论是不是刚才没注意 在路上转了一个弯回到这里 男人情绪有些不稳定 就在这时他们又看到了刚才的事物 女人觉得这不可能 男人迅速停车 调转车头 往回开 警长认为时机到了 让副警长去拿钉子 他们随后在马路上摆了一排钉子 准备等一家人再回来试把车胎扎破 陷阱必须做得比较隐蔽 看他们这熟练的手法 显然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了 一家人反方向行驶在路上 迎面来了一辆车 女人想问问他们什么情况 没想到小车突然加速 男人只好急转弯壁啊 房车脱离公路翻倒在路边 男人被插进来的树枝卡住 女人昏迷 女儿勉强能动 小儿子的腿被刺穿卡住 男人使劲晃动树枝 仍然摆脱不了 另一个车里的司机下车 摇摇晃晃脱了一地 司机走到正在摆放钉子的警长面前 警长听说出车祸了 赶紧跑去现场 因为此时距离天黑只有两小时 司机被送进医务室 女医生检查司机伤势不重 把他转交给助手 和副警长准备前往车祸地点 他们走后 女孩过来照顾司机 喂他水喝 司机描述刚才车祸过程情绪有些激动 女孩安慰他 说不是他的错 然后突然给了司机一个螺丝刀 警长先到了车祸现场 发现小车里还有一个男人 精神有些恍惚 说警长长得好看 他把男人靠在车上让他等待救援 随后来到房车 查看男人一家的伤势 男人被卡住 女人只是昏迷 女儿没什么大碍 只是儿子伤势比较严重 几个救援人员随后赶到现场 女医生先检查 靠在小车男人的伤势 同样不严重 男人也同样说女医生长得好看 这时副警长叫女医生 赶紧去看看房车的情况 他们先后救出男人一家三口 三人都没什么事 女医生说至少需要一个小时 才能控制男孩的伤 但此时距离天黑只有40分钟了 警长无奈 只能做个大胆的决定 他们今晚在房车里过夜 因为他带了一块石头 副警长几人迅速将小车男人拉回阵里 却被刚才自己埋下的钉子扎破轮胎 天马上要黑了 他让女人和女儿赶紧下车往阵里跑 警长把石头挂在窗户上 此时男人还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 警长说为了确保房车安全 男人一脸懵 随后他听见声音 往窗外看去 说他们来了 他们开始慢慢靠近房车 男孩却突然身体抽搐 男人和女医生合力控制住男孩 还好男孩脉搏呼吸都正常 此时又传来了敲门声 男人以为是救援人员回来找他们 警长说不是 男人说想让他们进来 警长突然激动说不行 于是男人想自己去开门 被警长拦下 警长锁住男人的脖子 说外面这些不是人 敲门声仍然继续 同时伴有杂乱的说话声 警长说有石头保护 他们唯一能进来的方法 就是你同意他们进来 男人问他们不是人是什么 警长说不知道 外面传来各种声音 女医生精神有些失控 警长安慰他 他们制造噪音就是想让你崩溃 之后趁虚而入 跟我一起深呼吸 忘记外面的一切 把注意力放在叫孩子身上 女医生恢复平静 三个人合力把男孩 腿里的铁棍慢慢抽出 孩子疼得嚎啕大哭 过程很顺利 女医生高兴地给孩子缝合伤口 此时女人和女儿几人 还在室外拼命奔跑 轿车男脚底一滑 头摔在石头上晕倒 俩人把他拖起来继续跑 安全屋内的人看到他们 立刻拉起了警方 光头拿起猎枪来到门前把守 女孩冲上前说是我们自己人 光头却坚信他们不是人 任凭他们怎么敲门都不开 他们从走廊外慢慢走来 一个少年上前和女儿挥手 女儿瞬间被吸引 目光呆滞 副警长赶紧打断 朝着少年就是一枪 少年却一点事都没有 这吓坏了女人和女儿 此时女首领下楼让光头打开门 他们赶紧跑进安全屋 女首领下令将娘俩绑起来 女儿害怕地哭了 所有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都必须这样 是一种预防措施 昏迷的叫车男也被绑在床上 女首领和女人谈话 给他解开了绳子 告诉女人小镇里有怪物 他三年半前来到这里 也看到了一颗倒地的树和乌鸦 女人很惊讶 没错 这里所有的人都看见了那颗树和乌鸦 女首领的姐姐就是被这些怪物折磨致死 还好你们开车兜圈时是白天 有人能去救你们 他问女人开车兜了几圈 女人开始相信女首领的话 这个小镇充满了诡异 女孩坐在地上懊悔不已 他在和大脑里的声音对话 他本不想用螺丝刀伤害叫车司机 声音说只有听他的 他们才能离开小镇 声音继续控制他拔下男人脖子上的螺丝刀 即使十分不情愿 他还是照做了 大脑里的声音又让他去拿抽屉里的手术刀 他继续听从声音的指挥 护士正准备给叫车司机换药 看到病床上的司机 吓得赶紧跑 又开见门外站着两个怪物向他微笑 他继续逃跑 怪物却慢悠悠地在后面追 他们很享受这样的游戏 只要他们能够进入房子 里面的人幸存的概率很低 而正是女孩为他们开的门 护士最终没能幸免 男人取下窗前的石头 问这东西是如何保护他们的 突然从车顶传来一想 还好只是女医生做的梦 警长安慰他 说没事了 天已经亮了 他们平安地在野外度过了一夜 多亏了这个石头 女儿和女人来到房车跟前 看到家人们安然无恙 一家人激动地抱在一起 副警长回到家里 发现大门敞开 石头躺在地上 在地下室里看到护士几经遇难 自己的父亲也惨遭毒手 他拼命地砍树 发泄心中的愤恨 警长过来询问 副警长说你注意到了吗 这些怪物 他们只是走路 从来不跑 警长也发现了 他们好像很享受这个过程 因为他们知道我们能去的地方只有这么多 副警长失去了大部分斗志 警长回到办公室 几乎每天都有坏消息 随着一声叹息 他陷入了沉思 女儿给弟弟表演他最爱的节目 弟弟却望向了窗外 女儿问弟弟在看什么 他也看向了窗外 什么都没看见 弟弟继续看着 嘴角上扬 他看到窗外有个和他差不多大的男孩 正朝他笑 安全屋内的人们都在熟睡 女人还在为昨晚发生的事感到害怕 从噩梦中醒来 房间突然传来叫车男的喊叫声 女首领赶紧跑进屋内让他安静 叫车男完全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 也不关心 他朝着女首领喊叫 让他赶紧给他松绑 否则有你好看 女首领无奈 准备跟他从头讲述这个小镇里发生的一切 叫车男听女首领讲完了小镇的故事 你的意思是我现在被困在了这个小镇出不去 小镇晚上还有怪物出现 会猎杀镇里的人 我的朋友已经死了 我们需要在屋子里放一块石头 这样怪物就进不来了 女首领说没错 他也得到了男孩的肯定 他很吃惊 随后很兴奋 这是什么 逃生游戏吗 不得不说我朋友太有创意了 找你们这些演员演的也好 这钱花得太值了 好刺激 女首领无奈了 心想这是不是个傻子 下一步是什么 我是不是得去找点什么线索 临走前还不忘调侃道具 这一定花了不少钱 出门正好看到了一辆自行车 这道具来得真及时 想都没想 抢过来就骑走了 来到餐厅看到人们在排队盛饭 既然这些人都是演员 那自己肯定是不用排队 他拿起盘子就准备成菜 老板娘立刻打了他的头 他说你们演的好真实啊 吃完饭他又去瞎逛找线索 来到一个地下室 打开门看到有个人被大石头压着 突然向他咆哮 他吓倒在地 仔细一看 原来是幻觉 门里面什么都没有 他出来后更加兴奋了 大喊朋友是个天才 这逃生游戏设计的太刺激了 小儿子再次看到了窗外的白衣男孩 他向他挥手 对方也挥手回应 牧师把一家人叫过来 说所有新来的人都要选择住处 一个是在这个安全屋 大家抱团取暖 牧师带两人去镇里看民宅 他说如果你们选择单独住 就要在房门旁边放好石头护身 还要把窗户钉上 男让问为什么 因为怪物会试图说服人们给他开门 而孩子往往更容易受到影响 女人好奇地问 这些人是如何做到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剩下来的这些都是适应力很强的人 他们看到草地上有个小屋子挺奇怪 问是干什么用的 牧师说我们叫他小黑屋 人们在这里生活的规则是互相保护 如果有人不顾身边人的安全 由于过失导致他人发生意外时 晚上就会被关进小黑屋 男人说那里面也放了一个石头护身对吧 牧师说没有 俩人傻了 那小黑屋被用过几次 还没用过 不过马上会用到 他们来到一所民宅 牧师说如果选择住这里会舒服很多 只要晚上门口放石头 窗户钉死 还是很安全的 男人问这里是不是有人住 牧师说是 这原来住着一家三口 在你们来之前 家里的女人和小孩晚上被怪物害了 他们走到二楼 被屋子里的案发现场吓到 牧师说是个小女孩和他妈妈 孩子父亲那天晚上喝醉了没回家 女人慌忙跑出了屋子 男人却想住这里 只要他们做好防护措施 他昨晚在车里听到那些怪物 石头的确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我们也确实被困在这里了 警长看着小黑屋 打开门进来坐下 亲自感受一下这个屋子 他无法想象晚上在这里的情况 内心十分复杂 他无法说服自己 以如此残忍的方式 去惩罚被害女孩父亲 他仍得被害女孩 父亲一块石头 让他去一百米外的小木棚 警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生气地离开 新人一家准备做出自己的选择 选择岩石 就会入住安全屋 受到女首领和众人的权力保护 如果选择鲜花 就去镇里的民宅单独住 会更自由舒适些 警长突然打断牧师说有话跟大家说 他想试图劝说大家 给被害女孩父亲一个机会 可还没等说完 女孩父亲自己走来了 因为自己的过失 他失去了家人 此时已经不能用内疚 悔恨等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他想念家人 感谢镇里的人们 希望他们继续团结起来互相帮助 他非常感谢警长 但他已经失去了人世间最重要的人 他想再次见到家人们 他选择直面惩罚 为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 此时叫车男突然大叫 大笑说你们的戏太阻了 剧本写得超好 我太爱了 警长气得一把将他拖过来 让他选一个 他选了石头 警长把他弄疼了 他又开始咆哮 副警长此时说要给叫车男看一样东西 带他来到草地 他看到自己的朋友躺在那里 吓傻了 原来一切是真的 此时男人选择在镇里住 女人跟随丈夫 小儿子跟随父母的选择 到了女儿 他却选择了安全屋 父母很惊讶 女首领却很高兴 警长再次跟女儿确认 女儿坚持要住安全屋 警长保证他儿子会照顾好女儿 让女人放心 天快黑了 大家各自散去 安全屋全体居民热烈欢迎女儿的加入 轿车男跟副警长回到了家里 而被害女孩的父亲准备进入小黑屋 警长锁上门 示意大家散去 已然黑天 他在小黑屋内瑟瑟发抖 警长想看外面 却有些不敢看 他们来了 一个个诡异地向他微笑 窃窃私语的声音让他崩溃 没有石头保护的小黑屋 不堪一击 第二天早上警长查看小黑屋的情况 虽然有心理准备 但还是被眼前的一路惊重 被害女孩的父亲没能躲过怪物的袭击 他把被害女孩父亲装进手推车 用不该好 准备拉到草地 正好被男人和小儿子看到 警长不想让孩子看到车里的东西 小儿子却问推车里装的什么 警长支支吾吾说是一些补锦 他把推车拉到草地给牧师 让牧师确认把他们一家葬在一起 之后转身就要走 牧师说你不过来帮忙吗 警长冷笑道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不就是你认为恪守规则 女孩来到餐厅 看到副警长的母亲 还在为失去丈夫伤心 他不知道前天是女孩为怪物开的门 才导致丈夫和护士被怪物伤害 女孩自己也十分自责 他继续在餐厅工作 看到男人和小儿子来到餐厅 他热情接待 男人问副警长的父亲 就是这间餐厅老板娘的丈夫 女孩说是的 男人表示抱歉 老板娘抑制住自己的悲伤 为男人和小儿子端来早餐 看得出来 他很喜欢小儿子 男人说看起来这个小镇也没那么糟糕 俩人愉快地吃早餐 女儿在安全屋醒来 被正在给他画画的男人吓了一跳 画画男说 你知道有时候你会忘掉自己曾经做过的梦 但某天却又重新想了起来 发现那些也许是真实发生过的 我发现我开始想起来一些事了 他一脸疑惑 完全不知道画画男在说什么 画画男把画递给他 起身离开 画画男又来到餐厅找到小儿子 他问小儿子是否见到过这个白衣男孩 小儿子说见过 怎么了 画画男说着说明他是真的 同时他发现树林里的树自己移动了四英寸 此时男人从洗手间回来 看到画画男行为举止古怪 一把薅住他玻璃 警告他离自己儿子远点 然后一脚把他踹出餐厅 副警长发现叫车男在这里心事重重 问他为什么不去吃早餐 叫车男将他带入地下室 告诉他昨天他在这里看到的怪事 这里有个人被压在大石头底下 还冲着我吼叫 副警长说新来的人有时会产生幻觉 他更激动了 他说他分得清幻觉和真实 他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副警长给他看了更离谱的事 所有人是在这里看到的倒下的树 但看到树之前 每个人开车的地点却都不相同 而且相差很多 叫车男说这根本不可能 但他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坐以待避 副警长说这样你会疯掉的 新人来到这里最难接受的不是应对怪物 而是这个小镇本身带给人们的感觉 想的太多容易让人产生恐慌 此时无线电突然发出声音 副警长说有时他会自动响 叫车男一把抱起无线电 准备去寻找答案 画画男又过来找小儿子 说要一起去找白衣男孩 画画男已经很久没见到过白衣男孩了 他想知道为什么他现在回来了 小儿子不想去 他说白衣男孩选择了你 你必须去 而且你还不能带拐杖 随后他捡起一个树枝给小儿子 这才和我们去树林的情景比较搭配 俩人出发去树林寻找白衣男孩 警长正在修理小黑屋 牧师知道他现在很难受 他说整个小镇都指望着警长 自从警长来到小镇 他找到了防御怪物的护身符 建立了规则秩序 让小镇人们从挣扎着生存转为生活 他们保持了三个月零伤亡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人们需要你团结大家解决困难 带领大家走出小镇 警长目光坚毅 画画男和小儿子走到树林深处 突然发现白衣少年 但转眼间又跟丢了 他们来到一个魔法树前 画画男捡起一个石头 画了一个笑脸做标记 随后扔进树洞里 果然就是那个石头 画画男说这对于人也同样是用 但问题是他传书的终点变化不定 可能很远也可能很近 或者卡在某屋的中间 父母此时也发现了小儿子失踪 四处寻找 画画男开枪吓跑了狗 男人虽然生气 但画画男拿着枪 随后独自离开 他回到家里寻找之前画的画 每一张画又唤醒他的碎片记忆 他逐渐区分了哪些是梦境 哪些是记忆 他是最早来到这里的人 那时他还是个孩子 他从地下室里出来 发现整个小镇都被怪物袭击了 随后他看到了那个白衣男孩 随着记忆的增加 他显得有些痛苦 一家人开心地在餐厅吃晚饭 女孩突然感觉手臂疼痛 随后在胳膊上出现几个字 他看着小儿子 惊恐万分 字消失了 他却突然倒地 身体不断抽搐 画画男在安全屋前开始挖坑 女孩在餐厅倒在地上抽搐起来 众人立即把他送到医务室 女孩说自己没什么事 女医生说需要他留在医务室观察一晚上 他会在这里陪着女孩 女孩搁得此时正在打理农场 听到妹妹出事了 赶紧往医务室跑 警长过来询问女医生 知道他俩要在医务室过夜 问他确定要这么做吗 毕竟之前怪物闯进了这里 女医生很勇敢 说会保护好自己 警长又回头看了看门口的石头 他问之前小男孩在车里突然抽搐 女孩也发生类似情况 这是不是和小镇有关系 女医生说如果你半年前问我这些 我会说这里发生的事都不可能 此时他发现警长的手也在颤抖 问警长的手这样多久了 要给他做检查 警长说自己没事 转身就要离开 出门遇到女孩哥哥 女孩哥哥神情有些奇怪 警长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 警长没再多问 说女孩今晚要在医务室观察 让他明天早上再来 男人给妻子和小儿子每人一支笔 说要做个游戏 他们来到走廊的这面墙跟前 男人要梳理一下在这里发生的一切 说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写在墙上 不管问题有多疯狂 多荒谬 然后他们通过回答这些问题 寻找他们的关联 看能否解决问题 最终找到走出小镇的方法 男人在墙上写下的第一个问题是 女孩哥哥看着妹妹沾着血迹的衣服 回想起这些天发生的事 应该采取行动了 女孩打开医务室的抽屉 看着里面的手术刀 想起白天手臂上出现的字 女医生走过来给她送茶 女孩说她睡不着 她俩开始聊天 一开始俩人开心地聊了些家常 女孩突然表情严肃地问女医生 如果你有方法能让这里的人走出小镇 重返家园和亲人团聚 但前提是需要你做件坏的事情 你会这么做吗 女医生被问得有些懵 随后犹豫了一下说 既然这是假设 如果做一件坏的事情 能让这里所有的人都离开 她会选择做这件事 得到这样的答案 女孩眼神变得坚定 俩人在医务室平安过了一夜 哥哥过来接女孩 告别女医生后 哥哥十分担心女孩 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 女孩说自己就是在餐厅摔倒了 坚持说自己没事 哥哥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 轿车男抱着无线电在镇里闲逛 边走边跟自己对话 试图梳理这些天在小镇里经历的一切 尝试着得到合理的答案 他走进一间屋子 惊讶地发现这间民宅 竟然被改造成了酒吧 更让她感到气愤的是 这里的人看着非常麻木 以为这里就是能惬意生活的地方 放弃去寻找离开小镇的方法 酒吧老板递给她一杯他们自制的烈酒 刚开始喝第一口 她难以接受这味道 但很快习惯了 和酒吧老板交谈后 她又陷入了沉思 男人一直盯着墙壁上的问题 试图寻找突破口 女人说她还有一个问题还没有写上墙 男人把笔递给她 她却不想写 男人问为什么 因为这个问题太疯狂了 我也不想知道答案 女人正在查看小儿子受伤的腿 惊讶地发现伤口愈合速度非常快 小儿子说 她知道这里很特别 他们试图伤害人们 但好像同时也在帮助人们 也许这个问题可以写在墙上 女人欣慰地觉得小儿子这个问题很好 此时女孩来找小儿子玩 全家人都觉得女孩很好 没有人知道 她裙子的兜里揣着一把手术刀 小儿子邀请她一起去门口玩转盘 女孩提出带小儿子去农场看动物 女孩哥哥饲养这些动物给小镇提供食物 小儿子很兴奋 女孩不好拒绝 警长来到妻子的坟前 说着自己的心里话 描述着最近小镇发生的异常 她说她可能找到了帮助人们离开小镇的方法 但她不确定是否应该那么做 因为如果失败了 情况会变得更糟糕 小镇的人都指望着坚强的警长 她自己此时也需要一点帮助 最好是一个明确的指示 女孩的哥哥忍不住去找牧师 牧师听了女孩的事后很震惊 他们赶紧跑去找女孩 三人来到农场 女孩说没有石头护身钱 他们晚上到处寻找庇护所 小镇的人最好知道这些庇护所的位置 以防哪天被困在外面 好有地方躲避怪物 这里正好就有一个 女人答应去看一下 俩人走进股仓 女孩缓慢打开木屋 突然她把女人推进去 嘴里不停地说对不起 女人拼令地锤打着门 女孩拿着手术刀走向小儿子 她很激动 说小儿子能拯救所有的人 她就是这里的英雄 刚要动手 被哥哥拦下 哥哥问她在干什么 怪物跟我说这是最后一个 之后所有人就能回家了 小儿子踢了女孩一脚 随后逃跑 哥哥上前抱住女孩 挣扎中不料被刀划到了脖子 女孩大声哭泣 牧师此时也赶了过来 小儿子跑向了安全屋找到了姐姐 男人也听到声音赶了过来 放出了女人 还好家人都没事 女医生尝试着救女孩哥哥 但已经来不及了 女孩跑了 牧师没有追到 男人看到警长和牧师 问女孩在哪 牧师说跑进了树林 怪物会处理她 男人怒了 这就是你们说的 这里的人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温馨 无言以对 女医生哭着自责 说她本应该发现女孩的异常 而且手术刀是从她的医务室拿的 警长安慰她说不是她的错 她之前救了小男孩 以后也会救更多的人 此时桌子上的收音机自动响起音乐 警长愣住了 她突然找到了方向 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一家人回到家中 姐弟俩上楼休息 女人想了想 准备在墙上写下那个她不愿意写的问题 而看了一会儿安全屋前的这几个坑 转身回屋的时候 发现门口有一束花 觉得挺好看 她高兴地带回屋内 找了一个花瓶 朋友也觉得很好看 女人开始整理之前一家人留下的物品 发现有一些手稿 便去交给牧师 但她更想向牧师确定一件事 虽然她知道这很疯狂 牧师说这还重要吗 即使这里的人都不是活着的 但我们都被困在这里 都要寻找走出小镇的方法 女人也同意地点点头 她也猜到自己不是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人 牧师微笑说 如果我的回答能给你带来一丝安慰 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 你们全家在那次车祸中活了下来 你们是真是活着的 送走女人 牧师走进地下室 点燃油灯 来到了女孩面前 她抓到了女孩 但并没有告诉其他人 因为那样女孩会被关进小黑屋 牧师之前听女孩哥哥说 她能听到一些声音 她想知道这些声音来自哪里 他们一直在等能够听见他们声音的人 他们说他们和我们一样被困住 但如果我按照他们说的去做 他们就能帮我们走出小镇 牧师问怎么做我们才能走出小镇 女孩说不知道 牧师说如果这些声音是真的 你是小镇里唯一能和他们建立联系的人 你是我们能回家的希望 但前提是你得证明你自己没有风 这些声音是真实存在的 女孩突然手臂剧烈疼痛 她说她需要指 男人跟女人说这些电线很奇怪 里面根本就没有金属导线 插头也是这样的 轿车男此时突然捧着无线电破门而入 说他有逃出小镇的方法 俩人从车里卸下他们认为一切有用的零件 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无线电设备 之后他们走进树林 找到一棵大树 男人准备把天线挂在树的高点 这样无线电就可能接收到信号 轿车男在树下等待 发现从树里流出红色的液体 他吓得后退几步 抬头看见树上挂着几个人 树上再次出现了那个符号 身后突然一个人朝他开枪 他跑进森林 惊慌中摔倒在地 持枪人追了上来 正准备动手 轿车男蒙住眼睛大喊 发现眼前只有男人 又是自己的幻觉 他气愤地离开 男人回来调试着无线电 有了一些信号 他尝试着联系外界 没有得到回应 轿车男在餐厅不停地画着那个符号 老板娘给他递来一杯茶 看到他画的符号后表情凝重 他带轿车男来到储物间 这里都是小镇之前人留下的物品 老板娘找到一个笔记本 里面画的符号竟然和轿车男画的一样 地下室里的女孩也完成了他的绘画 这个就是证明他们是真实存在的证据 牧师大惊失色 他来到草地挖出那个袋子 除了一瓶酒和一件衣服 还有一盒巧克力 巧克力盒子上的画和女孩画的很吻合 牧师有些惊慌 女人捧着一个箱子来到餐厅 想把刚才在家整理的物品寄存到这里 老板娘失忆娘俩跟他进来 小儿子在门口不敢进去 女人说女孩不在这 不会再伤害你了 娘俩来到储物间 女人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手链 陷入了沉思 回到家里 女人对着手链发呆 小儿子发现台灯一直在闪烁 女人已经对这些奇怪的事情见怪不怪了 他说要和小儿子做个游戏 名字就叫做 电视从哪里来的 他拿起一个锤子 搬走书柜 朝着插座附近 狠狠地搭去 警长跟副警长说 他想到一个走出小镇的方法 既然上次已经证明了 石头不仅能保护房屋 还能保护在野外的房车 那么我可以带着石头和充足的食物 走进树林 副警长生气离开 副警长表情冷漠 说这太危险了 他不想再失去警长 警长找到女医生问副警长是怎么了 女医生说他还没从失去父亲的痛苦中走出来 警长突然意识到了 自己根本没考虑过副警长的感受 做他的副警长压力也很大 他很自责 他去仓库里找到棒球和手套 打算和副警长一起玩棒球缓和关系 他说自己病了 他的父亲得过帕金森综合症 虽然遗传的概率很低 但他最近手经常不自觉发抖 他希望副警长能挑起众人 在他不在的时候 能够继续保护这里的人们 但如果副警长还没做好准备 他哪儿也不去 男人回到家中 发现墙被砸坏了很多 他来到地下室问妻子在干什么 女人说他想知道电是从哪里来的 所有的电线都往地下走 这太奇怪了 男人以为他精神状态出了问题 女人问他是否记得他们第一次约会时 他送给男人的那个手链 男人说记得 大女儿出生时 你在医院把手链弄丢了 男人微笑承认 女人说那个手链就在后面 男人说这个挺像我丢的那个 女人说当时他做的时候出了点状况 这个位置的记号是独一无二的 他非常确定这就是他们丢的那条手链 男人说这不可能 女人说这里不可能的事还少啊 我们不会知道这手链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但我们能找到这些电线去了哪里 男人立刻改变 准备亲自挖筒 寻找线的去路 安全屋内众人都在熟睡 眼镜男生怕吵醒其他人 轻轻地走到二楼 拉开了窗帘 第二天安全屋全体成员准备聚会 他们定期以这种方式让生活快乐些 让绷紧的神经得以短暂地放松 眼镜男又在安全屋门口放了一束鲜花 留给他心仪的人 又要黑天了 警长像往常一样摇铃提醒人们回家 回来后发现牧师正坐在门口等自己 说有重要的事和他谈 进屋后牧师看到桌上的物品 问警长这是要干什么 警长把他要带着石头走进树林的计划告诉了他 他正准备告诉牧师 牧师说他也有事要告诉警长 他把袋子递给警长 让他查看里面的东西 当听到女孩被牧师绑在地下室时 警长迅速拔枪对准牧师 可能是他们走出小镇的关键 警长让他继续说下去 牧师说女孩能听到一些神秘声音 那些声音说会帮助他们逃离这里 警长不太相信 牧师拿出女孩画的画作为证据 画上的图案就是袋子里巧克力盒子上的图案 警长说这能说明什么 这是我三年前埋下的 而女孩来到这里才四五个月 他不可能看见我埋袋子 警长说那就是你把这事告诉了别人 别人又告诉了女孩 牧师说他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 这就说明他埋袋子的时候 确实有神秘人在现场看着他 女孩脑子里听到的声音就是他们发出来的 警长开始相信牧师了 问他想怎么办 牧师打算带着女孩和警长一起去树林寻找答案 警长觉得牧师的想法太疯狂了 女人为了寻找电线的去路 已经挖了很深 男人说照这个速度挖下去 他们需要更长的梯子了 他给妻子按摩肩膀 准备换他继续挖 轿车男一直想要弄清楚这些符号的秘密 偶然间发现笔记本有两页是粘在一起的 打开后里面划出来一张相片 老板娘一下子认出相片里的小男孩 就是画画男 安全屋内人们聚会正式开始 大家开怀畅议 画画男最喜欢的桃子罐头没有了 女首领过来安慰说有其他替代品 画画男说这么多年一直有桃子 现在却没有了 一定有原因 警长儿子与另一个人发生口角 女首领及时拉开两人 警长儿子上楼休息 胖子却得寸进尺说风凉话 女首领教训了胖子 女儿来到画画男房间 她知道画画男最早来到这里 一定知道更多小镇的信息 画画男有些心不在焉 正忙着找一些工具 眼镜男再次上楼拉开了窗帘 女人说自己要离开了 眼镜男慌了 问为什么 女人说她不能阻碍着 却只能站在窗外 就因为你害怕我 认为我恶心 你说你在里面感到孤独 你知道站在外面有多孤独吗 说完女人转身准备离开 眼镜男赶紧上前制止 她说你能保证只有你自己进来吗 女人说她保证进去后会立刻关上窗户 眼镜男很高兴 她找来工具拔下了窗户上的钉子 眼镜男开窗让女人进了房间 女人让她赶紧关上窗户 你看只有我们两个 眼镜男发现女人的手竟然有温度 随后眼镜男被咬 女人也变伤了 眼镜男被害 怪物简单擦拭了一下衣服后 转身打开了窗户 窗外树叶沙沙作响 一群怪物缓慢走来 黄衣女听到房间里的笑声 上前问她在笑什么 才发现怪物已经进了房间 正冲着她笑 胖子坐在楼梯上聊天 突然感觉有不明液体滴落在手上 抬头发现怪物正在冲他们笑 安全屋警报响起 所有人惊慌失措 怪物仍然保持微笑 慢慢移动靠向猎物 女首领快速组织人们逃出安全屋 画画男听到门外的声音 意识到了怪物已经进来了 她找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 和女孩从窗户爬出 下来后看到白衣男孩 转身走向树林 女儿说他们应该去镇里 画画男却说他们应该去树林里 女儿非常害怕 完全不理解 因为怪物就住在树林里 画画男希望他能信任他 说如果他想要再见到他家人 就得去树林 女儿跟着画画男去了树林 在女首领的组织下 逃出来的一些人上了车 警长儿子没来得及跑出安全屋 面对怪物 他砸碎了窗户 从二楼跳了下来 长发女过来搀扶 怪物越来越多 慢慢向他们走来 两人跑进安全屋关上大楼 又迅速关上客厅的小门 隔出来一个封闭空间 长发女摸着石头 希望她能起作用 果然石头阻挡了怪物进来 长发女还是被吓得不轻 警长和牧师听到外面有车过来 迅速让车上所有人进到屋内 牧师走在最后 转头看着远处走来的怪物 突然被后面怪物袭击 警长向怪物开枪 把牧师拖进室内 伤口很大 牧师没能抢救过来 女儿和画画男跑进树林 画画男让女儿跳进魔法树的树洞里 女儿非常抗拒 还是被推了进去 通过树洞 女儿来到一个地下室 但她完全不知道眼前发生的一切 怎么回事 男人问女儿 昨晚是怎么逃出安全屋的 女儿说是跟着画画男跑进了树林 然后她被推进一个树洞 下一秒就来到了一个地角 小儿子说那个是魔法树 画画男说过她会传送物体 但是每次传送的地点不一样 所以画画男可能被传送到其他地方去了 女儿听不下去了 这都什么呀 经历的一切让她痛苦不堪 十分惊恐 母亲过来安慰 轿车男突然破门而入 看见女儿就问画画男去哪了 男人立刻上前把她轰了出去 保护自己的女儿不受伤害 轿车男说在画有符号的笔记本里 发现了画画男的照片 一定有蹊跷 男人非常生气 说上次你拉我去树林测试无线电 还没开始测试 自己就发神经走了 轿车男不好意思地道歉 男人画风一转 说那东西可能有用 轿车男有些惊讶 男人说如果我们把它挂在最高处 可能会起作用 俩人来到安全屋 女首领正在收拾残骸 男人说他们想把无线电挂在安全屋上面 因为安全屋是这里最高点 这样他们的求救信号就可能传播出去 女首领还在为昨晚安全屋14个人被害而痛心 为了提高大家逃出小镇的可能性 他同意俩人的想法 警长整理装备准备带着石头去树林 副警长进来汇报 说安全屋逃出来的人被平均分到小镇每个住屋 用每家的地下室作为临时住所 他们会尽快安排人们日常起居用品 直到安全屋被修复 警长心不在焉地说挺好 让副警长处理这些就行 副警长问警长怎么了 警长还在为牧师伤心 说他们刚来到小镇时 牧师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他们全家 他必须做点什么 说着就要走 他让副警长接手自己的职责 即使副警长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副警长被他劝导了一番 警长之所以非常感激牧师 是因为几个月前他们一家三口 和其他人一样 拍着车旅游 警长妻子送给警长一艘小船 作为他在部队30年后退休的礼物 警长非常激动 突然被一棵树拦住了去 这也是所有进小镇人们都会遇到的树 随后他们也来到了小镇 发现了这里很不寻常 车子突然被牧师拦下 此时即将天黑 牧师说没时间跟他们解释 请求他们下车跟他走 警长妻子拿起枪要继续开车 牧师仍然没有放弃 说你们可以拿枪一直对准我 只求他们能下车跟他一起走 他们还是准备开车 突然听到一声嘶吼 牧师说这就是我来不及解释的东西 警长一家半信半疑下了车 几个人躲在地下室 听到外面传来怪物破坏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他们爬出地角 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警长与他们商量对策 大家团结起来 建立小镇的规则 整合现有资源 自此小镇有了秩序 人们有了希望 警长白天去树林探险 竟然牵回了一只羊 他对牧师说树林里还有很多鸡 儿子希望警长不要每天去树林冒险 他和妈妈很担心他的安危 警长说这都是为了能找到出去的路 他又重返树林 正在坐骑后 发现一条狗 脖子上有项圈 应该是被人饲养的 狗突然跑开 警长为了寻找更多线索 追了起来 结果在森林里迷路了 到了晚上 听到怪物们的嘶吼声 他全神贯注提高警惕 突然滑倒 掉进一个洞穴 怪物们此时也来了 在洞口看了看他 然后走开了 警长随后发现洞穴里的墙壁上 有一些刻有符号的石头 心想或许是他们抵御了怪物 于是把这些石头收集起来 等到天亮赶紧带走 警长带着石头回到小镇 发现妻子正在朝边的开枪 他拦下来问妻子怎么了 妻子说眼前的一切都是梦 只有这样才能解脱醒来 他尽量安抚着妻子 儿子突然跑来 妻子转身准备让儿子解脱 警长不太扣动扳机 自此儿子对他产生了隔阂 警长来到地下室 跟女孩说要出去走一走 他们来到树林 他让女孩一直往前走 他痛恨女孩的所作所为 但牧师说过 他可能是小镇人们走出去的关键 警长决定跟女孩一起去树林寻找答案 俩人来到一个小木屋 警长说他回去取装备 天黑前回来 女孩说自己想帮忙 并保证不会逃走 警长儿子手臂骨折 女医生帮他接好 警长来向儿子告别 说了一些作为父亲的心里话 儿子的心里仍有怨气 长发女对警长儿子说 他要是再不去跟警长和解 会后悔一生 儿子若有所思 他追到了小木屋前 跟父亲道了歉 说昨晚如果没有石头保护 他也不会存活 而石头就是父亲冒险找到的 他理解了警长的做法 此时他突然看到女孩 也十分气愤 警长请儿子相信自己 等他们回来后会向大家解释 小儿子琢磨着眼前的这些话 女儿坐在地下室发呆 他突然问妈妈 是否还会坚持和爸爸离婚 女人回答不确定 他以为是自己的错 女人说不是 他至今还在为 失去自己的另一个儿子 而无法释回 导致一家五口变为四口 就是因为他们夫妻的疏忽 导致儿子从桌子上摔下 娘俩相拥而泣 副警长在餐厅前召集大家 希望大家能团结起来 女首领建议安全屋的人们 除了要修复安全屋 最好能帮男人 把无线电设备 安装在安全屋最高处 这或许是他们走出小镇的关键 男人说了一些安装的细节 大家纷纷表示赞同 开始动起手来 警长带好装备和石头 抑制住对女孩的不满 和女孩一起走向树林深处 女孩问警长 他怎么知道 这条路的方向是对的 警长说他也不知道 完全是凭直觉 女孩说总得有点依据吧 警长有些不耐烦 说依据那个 同时指向前方 他们来到一个石头堆起来的小屋 这里就是警长之前 找到石头的地方 警长之前走进树林里 没到过比这还远的地方 还有两个小时天黑 警长决定今晚在这里过夜 女孩请求解开手铐 被警长拒绝 他说他要上厕所 警长说这就是为什么 我把你双手铐在前面 让他别走太远 女孩瞪了他一眼转身走开 安全屋的人们 为无线电设备做准备 干了一天活 晚上收工回到小镇居住 女首领发现蓝衣男子 气色不太好 蓝衣男子说自己没什么事 女首领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第二天早上 女首领被尖叫声惊喜 跑出房间 发现蓝衣男子掉在卫生间 他很失落 副警长听说这件事后 过来安慰女首领 女首领心情糟糕到不想说话 副警长又说 他要带一些人去农场 找一些木头 作为建造无线电塔的原材料 看似普通的话 却激怒了女首领 说我这有的是木头 他冲下一楼 来到餐厅 拿起斧子就朝着地板砍去 说反正你们建完无线电 我们就能回家了 安全屋就没有用了 这有很多木头 副警长和男人 极力安抚他的情绪 宣泄情绪后的 女首领努力恢复平静 他来到酒吧 老板说这是他第一次来这里 副警长跟了过来 他以为女首领 是在为蓝衣男子悲伤 女首领说不是因为这个 他问副警长 真的认为无线电会起作用吗 副警长说至少要试一试 女首领又问 如果失败了怎么办 他愣了一下 说如果失败了就继续再试 女首领说那不行 你们给人们建立了离开这里的希望 当希望破灭后 是非常可怕的 我在这里待了这么久 太清楚后果有多严重了 这也是我刚才情绪失控的原因 一家人正在研究画画男的画 小儿子说这些话组合在一起 就是一个故事 我们要解开故事线 才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并保证自己不会害怕 看着暴力画面 女人赶紧制止 建议他们玩一个游戏 名字叫做当我回家后 我会干什么 女人自己先说 她会去她喜欢的餐厅 把菜单上的菜都点一遍 女儿说她会去找她好朋友 小儿子说当她回家后 她想全家人都快乐 就像他们在这里一样 他们全家之前 从来没有坐在一起玩过游戏 一家人若有所思 轿车难和男人 看着桌子上的电池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电力不够 这些车里拿下来的电瓶 最多能用几个小时 但他们至少需要 无线电工作几天 甚至几个星期 男人提出将电瓶放回车里 启动车来供电 轿车难说 如果汽油用完了还没成功 他们会更被动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他突然又想起了画画男 他很想找到画画男 解决那些符号的问题 男人又讽刺他 说不管他干什么 他自己会专注于 建造无线电这件事 轿车难走开 回到餐厅还在不停地说 说自己是个天才 一定能想到离开这里的方法 完全没发现老板娘的眼神变化 轿车难说问题没那么简单 不是随便在电线里 接入设备就能用 他还试着举例子解释 但说着说着 轿车难眼睛放光 他说自己找到了方法 天快黑了 副警长摇晃着铃铛 提醒人们回家 他看到女医生 正坐在地上等自己 女医生也在为蓝衣男子难过 他希望副警长 不要有太大压力 如果有什么情绪问题 一定要及时找他 副警长答应了女医生 女人在地下室挖完土 提着灯准备上楼 忽然听到有汽笛声音 他又不小心碰到了瓶子 瓶子顺着楼梯滚落了很久 他觉得很奇怪 又听到婴儿的哭声 他有些害怕 石头上出现了几个数字 随后他看到男人倒吊着 突然朝他咆哮 他瞬间惊醒 还好是个梦 安全屋的人们还在制作 整理无线电锁需的电线 警长儿子找到长发女 一向乐观的长发女 也开始思考 他们能不能离开小镇的问题 焦虑着之后 他们的关系会如何变化 男人回到家中 女儿心情现在变得很好 弟弟说得对 之前他们一家人不怎么沟通 在这里却变得融洽 有了家的温馨 他跟爸爸说 他的无线电会成功 之后高兴地邀请他 一起挖地洞 男人欣慰地接受 没人注意到 房间的灯磁是忽明忽暗 女人挖着地洞 突然停了下来 男人问怎么了 女人说他觉得 应该是挖到底了 警长和女孩 在食物里安全度过一晚 他问女孩 为什么相信那些声音的话 要去害那些人 甚至包括小男孩 女孩说他们说 两辆车同时出现 如果我不那么做 所有人都会被害 女孩也痛恨自己 问警长 为什么不把他 关进小黑屋 警长也回答不上来 女孩很难过 警长有些理解女孩 给他解开了手铐 他们一边走一边做记号 突然听到了一些 玻璃撞击的声音 顺着声音方向 他们看到一棵树上 挂满了玻璃瓶 女孩问警长 不是没人到达过森林 这么远的地方 警长也有些惊讶 他发现玻璃瓶里面有东西 准备拿一个下来 女孩此时突然头痛不止 他又听到了声音 警长在帐篷里挂起一个石头 女孩醒来 警长安慰他没事了 说他拿到了一个瓶子 里面有张纸条 上面只写着1864 女孩说他们应该回去 因为他这次听到的声音不同 是一个女人 他说他之前错了 说我们不应该来这里 这里有比怪物更可怕的东西 女孩说声音不停地说 告诉费士和劳夫先生他错了 警长听到名字后愣了一下 此时他们听到帐篷外面有声音 随后突然帐篷开始剧烈抖动 俩人根本做不错 眼看帐篷即将被撕裂 又突然停了下来 警长赶紧寻找石头 迅速挂了起来 随后他们听到汽笛的声音 同时帐篷外面出现耀眼的光芒 警长的手又在不自觉地颤抖 虽然昨晚十分惊险 总算到了白天 女孩问警长 昨天是什么东西撕扯帐篷 警长不知道 警长说是时候找出答案了 俩人走出帐篷 发现外面的树上挂满了蜘蛛网 姐弟俩此时正在聊天 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叫车男大清早跑到他们家里 进门后十分兴奋地拿起一盏台灯 全家人都觉得莫名其妙 叫车男说我们先不管电是从哪里来的 总而言之 这灯能被点亮对吧 男人一脸不屑 他又拿出一个吹风机 将另一段的电线压进灯座里 拧上灯泡 开启开关 灯泡亮了 他让女人打开吹风机 果然成功了 这样他们就能给无线电提供电力 只要有足够的台灯和导线 他们召集小镇人们 在餐厅宣布这一重大发现 人们听到这一消息也很兴奋 接下来的工作是大家尽可能搜集电线 男人跟女医生说 那个救护车能拆下来很多电线 他自己会在仓库里搜集电线 其他人也要尽量动手去其他地方找电线 争取今天就能把无线电接上 大家开始动起手来 女首领依然在困惑 为什么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 行驶在不同的公路上 却在一瞬间来到这个小镇 他问副警长无线电会有用吗 副警长说希望能 毕竟无线电波能传送很远 随后他去找女医生 女医生在救护车里拆电线 他向女医生表白 女医生虽然很喜欢他 但是还没准备好 场面有些尴尬 副警长说要去安全屋帮忙整理电线 酒吧老板给女人打开仓库 希望能给女人提供些能用的工具 开门后转头就要走 女人叫住他 问他为什么不像大家一样去安全屋帮忙 酒吧老板笑了 他在这里见过太多的聪明人 想出太多离开这里的聪明方法 但后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在我的酒吧里感叹失败 本以为他会找一些为无线电服务的工具 他却找来一个稿头 他要继续挖坑寻找家里电线的来源 警长儿子找到正在忙碌的长发女 俩人来到安全屋外没人的地方 长发女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没想到他对长发女表白了 他说无论他们以后在哪里 他只希望能和长发女永远在一起 看着长发女的表情 警长儿子用电线做了一个求婚戒指 长发女依然很高兴 女医生再次找到副警长 说他现在有些纠结 需要些时间考虑他们的关系 警长和女孩 在树林的蜘蛛网中穿行 他们正朝着昨晚灯光的方向走去 女孩想要回小镇 因为他听到的声音告诉他这里很危险 警长说他们已经迷路了 他们来到一棵挂满蜘蛛网的树 不顾女孩的阻拦 警长钻了进去 恍惚地看见里面有个人影 仔细看好像是自己的妻子 妻子突然抓住她 朝她逃向 她立刻抽身跑了出来 之后有蜘蛛爬到了身上 警长赶紧脱下上衣拍打 拔下正在咬自己的蜘蛛 女孩也赶紧帮忙 拿走正在咬警长后背的蜘蛛 她问警长看到了什么 警长说没什么 女孩让警长告诉他看到的东西 警长有些崩溃了 她开始怀疑这个地方根本就走不出去 她不断给人们希望 之后增加人们痛苦 警长大声嘶吼 被蜘蛛咬伤后的她感觉身体很沉重 女孩开始安慰警长 说他们应该继续走 警长冷静了下来 接受了女孩的帮助 此时远处开始打内 暴风雨即将来临 他们再次听到了气笛声 俩人继续朝着声音的方向走去 不一会儿爬上了一个小山坡 被眼前的荧幕惊呆了 他们看到一个灯开 安全屋的人们正在用自制的工具 搭建无线电支架 男人教小儿子如何调节无线电频道 通过用连接导线的螺丝刀接触这些线圈 来改变电路中的电阻 从而改变频率 这样就能调节不同频道了 轿车男从餐厅给大家拿来了水果 又兴奋地摇了摇安全屋的人道 女首领很无语 无线电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再处在山顶的安全屋上 又树立起一个十米的指甲 大家都非常兴奋 感受即将成功的喜悦 女人也替丈夫高兴 她准备继续回去挖坑 这是他们的备用计划 此时人们也注意到 远处的树林阴云逆布 暴风雨即将来临 男人赶紧通过无线电发布求救信号 换了几个频道都没有人回应 暴风雨马上来了 女首领让小儿子赶紧回到室内 如果再不停下来 无线电设备很有可能被暴风雨损坏 就在他们准备放弃的时候 突然无线电有人回应 男人有些不知所措 尽快恢复冷静 问对方在哪里 没想到对方却说出了男人的名字 男人很惊讶 问对方是谁 他让女首领照顾自己的孩子们 赶紧往家里跑 此时宫殿的灯泡也开始爆炸 女人在坑里继续凿着 地面突然开始破例 她掉了进去 洞不是很深 她站了起来 惊讶地发现家里电线的去处是中断的 转身看见身后的灯光 原来是画画男 她说白衣男孩说女人会来这里 让自己在这儿等她 并要拉着女人走 说这里不安全 女人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画画男说他们还在这里画画 女人看到了墙上这些看不懂的话 画画男赶紧拉着女人看 地洞开始回答 男人跑回家中 看到了已经坍塌的地洞 由于蜘蛛的咬伤 警长走不动了 她让女孩先走 女孩不肯放弃警长 此时她突然听到白衣男孩的声 女孩拉着警长朝魔法术走去 说钻进树洞就安全了 她让警长先进去 警长半信半疑 进去后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狭小的石洞 警长大声呼喊着 餐厅里的收音机自动响起轻松的音音 外面来了一辆大巴 缓缓地停在了餐厅门口